巴西总统卢拉19号在福塔莱萨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会谈时,卢拉请王毅转达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诚挚问候 期待加强巴中高层交往,将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高度 巴西公开支持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,看好中国发展前景 期待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,同中方不断丰富合作内涵 欢迎中国企业加大对巴投资 王毅转达习近平的亲切问候,赞赏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方正当立场,表示中方始终对中巴关系置于外交优先位置 坚定支持巴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,坚定支持巴西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办好系列多边会议,愿意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,加强高层往来,深化战略沟通 开辟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王毅表示,双方要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巴西再工业化 加速增长计划的战略对接,明确共建中巴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 双方要进一步增强团结互信和战略协作 积极探索深化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共同体 南方共同市场全方位合作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